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下什么是梵文 因为我学的瑜伽里有很多梵文字出现 然后越学,我越觉得你喜欢 然后我觉得它的意思也很深厚 所以我就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学到的一些些 梵文其实不是唯一一个历史悠久的语言 其实很多语言的历史都很深厚 比如中文、荡尼尔文和其他有很多很古老的语言 梵文是其中之一 不过只是梵文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在印度还有一些人有用梵文来说、写 不过已经很少了 那梵文有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梵文我查到有在印度教、西纳教、佛教和席克教都有出现 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语言都有借一些梵文字 比如在推广在语言里 比如Spanish、印度文、中文、泰国文、斯里兰卡、印尼 就连英文都有很多借字在里头 那梵文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一般很多书都有解释就是梵文在印度教里 他的创造者不是人 他是由天制造的一个语言 就是神圣的一个创造者 然后这是天神用来沟通的语言 后来这些神就交给圣人和先人 然后后来圣人和先人就交给住在地球的徒弟 然后就后来推广交给印度的亚里安 亚印度伊朗和印欧人 所以从那里 梵文就推广下来到今天 这其实是公元的事 很久很久以前 公元前一千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早期的梵文 梵文有分早期和后期 早期的梵文 梵文都没有写的 就是只是语头上沟通而已 然后后期就有人把它规划成一个语言的系统 所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认识的梵文 不过早期的梵文 我读的是它的语言比较复杂的 那梵文跟英文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梵文它的字母有52个 这比起英文的26个 这比起英文的26个ABC到Z更加的深厚 然后在英文的英文里 我们有的我们的法文呢 AEIOU有5个 可是在梵文里有16个 所以我的老师有说过 梵文能够表达的一些字 其实在英文里是很难表示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地球本身 就梵文里有65个字可以表达地球 比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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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也只有几个字来形容 不过在梵文里就有250个字 就连水 梵文里有67个字可以形容雨 然后 比如说爱呢 爱就连梵文我在网上读过 有甚至是100多个字 梵文的字可以形容爱 这个很重要的形容词 不过在英文里就只有一个字 几个字而已 所以梵文的表达能力很多 它就是很广 然后它不只是很广 它也很纯 就是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张语到 然后它很精准精确的能够表达一个意思 然后呢 然后呢 最 还有就是 梵文很复杂 不容易学 真正要去学梵文 可能要用一辈子的精力去学这个语言 嗯 嗯 然后嗯 我本身就觉得 嗯 嗯 学习越多东西呢 会对我们很好 然后嗯 我们会从中 嗯 认识到嗯 自己嗯 甚至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嗯 嗯 我觉得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 嗯 会对我们很有用 嗯 然后嗯 嗯 好 下一次我再嗯 解释给你听多一点瑜伽的概念 嗯 下次再见 拜拜